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你迫馬上遇到每一件事情 遇上 istedi的動作時 之後再重視 可能當下你看的感覺 和之後再重視的感覺 都會有很大不同的體會 我叫Ren Mas,是一個自由使用師 大學的時候就是讀史上學的 進來社會之後,曾經就識過不同的行業 例如廚師、法郎、籌款其他行業等等 比較可能可以接觸到最基層的那一面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接觸攝影其實是根據我以往的其中一份工作 的法學書本裏面也會有些公司 都會找一些攝影去幫忙拍攝 去跟他們談過一下 我發現攝影也有幾大的樂趣 我這份項目的意念其實就是廢棄 首先在對廢棄的第一個層次上 很簡單,垃圾 首先去重視結果 而是去重視過程 它存在在那裡 你要去改善它 是需要一段很長時間 但是你的過程度 你去處於你的方式的不同 你的結果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另外一個層次就是有關思想上 在那個相片中 你會看到他們的膚色 偏向比較,可能沒有什麼血色 其實都是反映他們 他們好像缺乏了自己的思想 就是透過好像中國無歸之後 十幾年 就是我們的文化 就好像被中國所插進了很久 就會為了迎合那個市場 這個社會的需求 好像這個社會就很麻木 其實籌備的時間都相當久 每一次的拍攝都未必真的不成功 都要到五十多六十次 對於選擇場景上 我是希望家、每一個環境都會有在一個作品上 好像由廳、廚房、廁所、睡房 看到問題好像是一步一步沒有盡快 逼近我們身邊 垃圾的選擇而不是在我自己身上 而是在被設者 因為這樣可以反映他們自己的生活模式 還有環境的擺設都可以反映自己平時的 如何保護自己的環境 我想透過這個項目 令被設者更加明白到這個不顧後果 到垃圾的嚴重性 去反思自己的行為 我們每個人的每一下動作 是真的很影響這個世界 那個攝影現在越來越普及 你看到Facebook 或者大家的電話上 都可以拍到一張照片 給大家去看 甚至可能有一些 就會有一張照片 加一段文字 去處理自己的相片 其實在說的是 攝影是可以影響到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人是透過相片 甚至乎那段影片 去宣傳他們自己的想法 可以帶出更大的訊息 想像的空間可以很大 我覺得攝影是會越來越影響到 社會的層面 於是 更多的 非常準確 即時 做一張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